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Color爽陪伴你穿越时空去寻找艺术家的第一天 第一个艺术家会是谁呢 他就是莱奥纳多·达芬奇 他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了 因为在六百多年前 大家对艺术家的印象可不像现在这样 艺术家们通常会被人们称作工匠师傅 当你家要贴磁砖刷墙面的时候 你才会想到他们 没想到吧 我们心中的艺术家以前居然是干这个的 而且你还不好找到他们呢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时这些搞艺术的 他们连一个独立的行业都算不上 你想找个画画的 你就得去药剂师圈里找 什么画画圈 呵呵不存在的 在当时人的眼里 画画和药剂师的工作差不多 都是要磨粉 只不过药剂师是磨药粉 画匠是磨色粉 雕塑家那就更惨了 你要是想做木雕就得去木匠圈 想做大理石雕塑的 你就得去石匠圈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里 艺术家的地位是有多低 那艺术家是如何变得如此高大上了呢 这都源于一个世纪赌局 这个赌局发生在16世纪的意大利 在那儿有一个叫达芬奇的画匠 他和一位数学家朋友打赌 他说 我将来一定要让人们尊重画家 就像尊重数学家一样 我要给艺术家们争光 尽管那时 人们心里的艺术家 大多还只是个工匠 于是这个漫长的赌局就开始了 数学家那边是该干嘛干嘛 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相信画家能赢呀 与此同时 达芬奇这边则开始研究起了数学 他发现 数学家之所以那么受到人们的尊重 就是因为他们很精确 那么我也试试精确好了 于是他做了两件事 一个是研究解剖 一个是研究透视 达芬奇认为 画家之所以把人画得不够逼真 就是因为画家对于人体结构把握不精准 因此他开始亲自去解剖 切切实实地用手术刀 打开人的皮肤 了解人的每一条血管 每一块肌肉 甚至每一块骨骼 那么问题来了 在当时全民信神的社会 是不允许你解剖的 因为人们觉得身体是神创造的 不可以研究 这么干就是对神的亵渎 但是达芬奇还是偷偷地研究了 他把自己关在墓地里 你想想 在阴森恐怖的墓地里 达芬奇就孤身一个人 既要担心自己被捕 又要担心会不会真的有神突然显灵 来惩罚他 但他还是战战兢兢地 把解剖下来的肌肉 器官一一归类 然后做笔记 这真是一个惊人的过程 第二件事就是研究透视 他开始像数学家一样研究数学 他发现数学中的透视 是可以用在绘画上的 这就是近大远小 它可以让人产生真实空间的错觉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这两手准备后 达芬奇的绘画就更加精确了 他利用了解剖和透视 画出了最后的晚餐 这里的人就像真的一样 活灵活现的 而且你看他对空间的处理 你上去用手摸一摸 他虽然是平的 但是你离远一看 是不是感觉还能再往里走50米呢 这就是通过透视展现的空间 到现在为止 达芬奇已经可以画出 可信的空间和可信的形象了 但最后的晚餐 是一幅两层楼那么高的壁画 达芬奇画画的时候 还得像装修工人那样 爬上爬下的 这也太有失艺术家的风度了 于是像书包大小的 孟娜丽莎就这样诞生了 达芬奇非常喜欢这幅小画 一直被他随身携带 随身修改 无论别人出多少钱都不卖 赌局的日子也一天天地逼近 画家每天也是在床上辗转反侧 他看着镜子里越来越多的皱纹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 于是他决定 算了 就用这幅蒙娜丽莎 和那位数学家朋友 兑现世纪赌局吧 他写信给那个数学家朋友 约他在一个星期后的广场上见 并且让人们一起见证 一个星期很快就到了 广场上熙熙攘攘地围满了人 大家心里都嘀咕着 也不知道这回达芬奇 会卖力地画出多大的一幅画 但谁也没成效 画家用鸽子窝夹着一幅小画就来了 当他揭开画布的时候 众人都惊呆了 他是那么的逼真 无论你站在哪儿 你都会觉得画中的女人在看着你 她似乎有一种魔力 时隐时现 你甚至分不清 她是现实中的人物还是神仙 当众人都不由自主地点头称赞时 数学家朋友却摇摇头说 哼 是不错 但不知道您注意到没 您这背景可是画歪了呢 左高右低啊 众人一看 可不吗 您要不说 我们还没看见 场面的舆论 一下子又倒向了数学家朋友那边 这画家真是太不小心了 正当众人都为画家惋惜的时候 仰看画家一辈子的努力 就要付出东流的时候 达芬奇却突然大喊 这是我故意的 什么 故意的 全场一片哗然 众人的眼光又都齐刷刷地 投向了画家 画家清了清嗓地说 咳咳咳咳 无论我的透视用得多么精准 也只能与数学家比肩 我要的是超越他们 这就要突出我们艺术家的特点 丽莎夫人身后的背景 我为什么要画成错位的呢 因为它就不是真的现实世界 这就是艺术才特有的艺术性 从今开始 我们艺术家不再是模仿自然 而是创造自然 好了 今天我们知道了 艺术家达芬奇 原来是通过研究透视和解剖 从而画出了让人信以为真的画面 还有啊 艺术家的艺术性 才是他们制胜的法宝 那么今天我们的旅途就到这里了 达芬奇的艺术能量 你收好了吗 下次我们将去另外一个时空 在那儿 艺术家的饭碗都快被照相机给抢了 但不要着急 因为同样有一位艺术家 他巧妙地挽救了这场危机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的艺术方舟又要出发啦